鳳林鎮長候選人林建平在12號也舉行了競選總部的成立大會 1700多位鄉親湧入鳳林鎮的中和路 水屑不通的人潮可以說是再創8年前 鎮長蕭文龍他喊出的轉變鳳林再創巔峰 而林建平他則是以提升鳳林守護鳳林為主標 台下的群眾更是高喊鳳林鎮長鳳林人決定 12號戰午鳳林鎮長候選人林建平在鳳林鎮中和路成立競選總部 1700多位的鄉親在六大部落頭目農會里監事總幹事鳳林客屬會 12位里長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俊進行總部主任委員蕭文龍的支持下 再次創造出8年前鳳林人的團結氣勢 多位名義代表以及四身上台助講部落總頭目更是強調 雖然原住民在鳳林是少數不過更是關鍵 我們是關鍵少數對不對 會 我們不需要靠別人來決定我們鳳林的命運 那我們林主席正遭受無情的打壓 不公不義的對待遭受到抹黑啦 這個威脅啦 就是希望林主席是一個聽話的人 但是我們主席絕對不是一個聽話的人 他為了我們鳳林正 他不不需要去 配合什麼 啊 一個一個強權 一個二勢力 他做他自己 他把鳳林做好 那這麼好的人才是不是要讓他 啊進到這個政公所 為大家來服務 好 競選總部主任委員蕭文龍表示 八年前他以經營事業的方式 將鳳林正公所作為他人生最後的事業來努力發展 現在他強力推薦代表會主席林建平 也會以專職服務鄉親的心態 帶領鳳林正走向更好的巔峰 我的政見就是轉變 這八年來我放下手邊的事業 通通把它停掉 一心一意就是要把鳳林做好 我把鳳林的政公所 把鳳林正當的是我的人生最後一個事業 所以跟公務人員一樣天天上班 我一心一意就是要把鳳林改變 今天我好不容易把這個程度 跟大家合作做好的基礎 我要找一個我相信我可以信任的人 來接我的位子 要不然枉費我這八年的辛苦 那也聽過主席夫人 他跟我講他公公跟他講 叫阿公啊 丁丁不要做啦 那是危險啦 那今天為什麼會表蕊要做 是責任的問題 他看到我們鳳林正今天呢 在起步 那在進步 基礎都做得那麼好 這個責任總是要忍敲 扛 扛下去 我跟他講你不來扛要找誰 雖然你在代表會當主席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到正攻守的政長 把政務做得亂七八糟 你撞不掉 你坐在那裡心裡會很難過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大家 大家可不可以聽我的話 來支持林主席好不好 好 相信我好不好 好 他一定會做比我更好 好 政長候選人林建平指出 八年前大家投給了 現任政長蕭文龍 並強調當初為了玲瓏裡 南平裡的學生 能夠方便上下學 激勵的爭取台鐵 玲瓏戰的設立 絕非是個人的私利 以他出生在鳳林 成家立業都在鳳林 在擔任12年的民意代表服務當中 以蕭政長八年所打下的基礎之上 繼續努力 絕對可以為鳳林帶來更好的發展 未來 鳳林要做什麼 所有的基礎建設 都已經建築完成 我們生活在鳳林的商家怎麼辦 你怎麼可以去要求我們校正長 又要開 開疆僻敵 又要 開發結果 那是太難了 八年的時間不夠 那未來 在我的陣型裡面 很清楚的呈現 我們的建議公園 一定要破大 我們的鳳林西 酒和專輯 一定要整治 為什麼 我們鳳林需要有一個 能夠讓外地的客人 來住逐超過半天以上 那我們所有進來 鳳林的人 他才有機會在鳳林 住宿 吃飯 購買農車產品 在今天這個不一樣的場合裡面 我李建平 跟太太 再一次的深深一起公 才能夠表達我們兩夫妻 心中最大一個謝意 鳳林只有 更好 鳳林只有往更上提升 大家上下一條心 鳳林 是我們的鳳林 是大家的天音鳳林 在部落頭目 農會里監事 總幹事鳳林客屬會 12位里長 花蓮縣議會 議長張俊 競選總部主任委員 蕭文龍的支持下 喊出鳳林政長鳳林人選 鳳林人大團結 為競選總部成立 凝聚了千人的力量 記者臨結鳳林任採訪 快點 快點 快點